小救子今天产肘子了 刚从我们这超市260买了三个大肘子 OK咱们的设备 OK咱们的设备到位 现在再给它处理一下 咱们把肘子先给它拿回烤一下 接下来咱们拿钢丝球 把烧的缺黑的给它洗干净 今天特意买了一个锅 咱们把肘子给它下在锅里边 还刚刚好 咱们可以肘子然后来点80年的不来水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料去 然后来片姜 OK抽差不多 咱们把肘子捞出 给它冷水洗净 咱们拿温水给它洗净了 哇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微微热 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净 煸炒差不多 咱们给里边来点辣椒酱 然后来点豆瓣酱 再来上一勺我朋友给我送的辣椒酱 然后来上一勺黄豆酱 给它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以后 咱们给里边烹点生抽 现在来点花椒面 然后来点十三香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热水 然后咱们把肘子给它下到桶里边 因为我那个大水锅呢 刚刚没过这个 感觉不是特别好 炒好的料理来倒进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老抽 然后来点蚝油 然后咱们给里边割点盐 然后咱们给里边放一袋乳肉料 这是乳肉料的配方 咱们大家可以截图记一下 接下来给它盖盖 割上两个小时 先把大蒜拍碎啊 然后给它切成沫 来上几个小米辣给它切成辣椒圈儿 这里边还有点香菜 这里边还有点香菜 给它切成香菜末 接下来搁点醋和生抽啊 来点蚝油 不是是没露上 再来点辣椒油 大功搞成 都可以炖的差不多 咱们把里边给它捞出 搁点汁儿 搁点葱花香菜啊 哈喽哈喽大家好 毛豆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又不来蹭好吃的了 是怎么着啊 毛豆他们宿舍的那个暖气坏了 最早这两天那个零食回来就是救援一下 是吗 就是你们小鞠的那个宿舍都 是不是都坏了 不是 它主要是暖气不太暖 好吧 就是多少有点蛋不能呢 对对对 那啥啦咱还是自己夹的 对对咱们 别客气了 就开动吧 行的 那我来这个 好的 我就就给了 不是还剩一个给你解读的 哦 行的 毛豆你尝尝我这个蜜脂蘸 行的 我尝尝 嗯 味道怎么样 特别棒 这块真的 瘦肉特别棒 对 其实这主子有个好处就是它瘦肉风鸣 嗯 可能一块去 而且它这个肥肉 相对来说比那些 肉质要松啊 肉质要很好吃一些 嗯 肥力磨豆 特别mice 哇 我的天 我这个 嗯 味道挺棒的 我加了醋 还挺碱点 你要来点包吻 往下倒一碗 我觉得我喜欢用手 有感觉 好吧 哇 我显得是不是 略显 略显色色了 哇 我也用手 其实它这个特别软了 然后直接 一喝就喝下来 而且这个瘦肉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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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蘸料子特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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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还是挺贵的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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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 嗯 唉 唉 哎 嗯 这血水应该是没顶出来 这个水又要发贴 不管 待会我也来一瓶 待会我也来一罐 哇 这不是用 正好配上这个蘸料 一点都不腻 这不太大了 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 我冲击来吃厨房 嗯 太美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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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基本吃饱了 可能再吃一点小肉 填补一下空缺了 不会差不多吧 冰淡米饭吃完差不多了 嗯 冰淡米饭弄 哇 这卤汤 泡饭咱来肘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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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嗯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嗯 可以可以可以 来 这口咱们干一下可乐啊 好 公主咱们今天的肘子圆满成功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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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